有一位男网友他在脸书社团靠北婚姻 社团讨论区里面他po文 他说自己每天负责所有的家务 买菜 煮饭 洗衣服 他都做 然后可是他那个一直抱怨的老婆 还是有很多的焦虑 他不知道要怎么做到是好的 然后他说太太的标准 很多标准算是很严格的人 然后看老公这样太太觉得很焦虑 这个男网友他这个七万 是因为他有房租的收入 有一些其他投资这是固定的 那他的太太月收入是六万 然后这男网友多好 他几年前帮他的太太买了一个房子 不过这个房子头期款是男网友出 但是房贷太太就自己一点缴一点这样子 给太太一个保障 那太太自己本身有收入 就变成说家是男网友包了 洗衣煮饭拖地做菜都他 小孩他带他照顾 因为他没有工作他就在家 所以他说所有事情我都包办 那我的七万块也全部用在家用 只剩一万的现金可能也是家里要用 那请问太太是做什么呢 太太这六万当中只要付五千块是他的房租 房贷 太太不是有一间房子吗 然后有一些保险费太太要付 就是太太六万里面扣掉一万有五万 他太太每天做什么呢 这男网友就抱歉说 他可以去健身房运动 他可以去喝下午茶 他如果想跟朋友去出国旅游 他就去因为他负责带小孩 可是夫妻吵得不可开交 为什么呢 太太就说你为什么整天在家 我看到你就讨厌 你要去找个工作啊 你要去找工作 所以这个男网友 希望大家评评理的部分是说 我都帮你照顾好了啊 他家里面全包了 全包耶 而且还有房租收入 你为什么要我去找工作呢 是因为我没有工作 所以你没有面子吗 还是你觉得这样的收入你觉得不够 所以他有说 他说人生短短几十年 我又不是专程来这个事业上打工的 钱够用就好了 为什么一定要工作到六十五岁 才能退休呢 我提早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不行吗 那玉峰讲这样的这个故事 会让你这个 跟你现在的状况有点像吗 对 我要以一个学长的身份 来教导这个男网友 你还是要认分一点 假装去找工作 但不一定要真的去找工作 这是一个过渡期 其实我就是在这个节目 跟郑达哥分享 就是没有工作了嘛 但如果不是那一次直接讲出来 其实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讲 真的 你没有办法跟太太讲吗 我有提过说 其实我现在好像不用工作了 那他就会直接说闭嘴 不要再提这种事情 然后我就会 有时候我就会故意去看韩剧 韩剧有一些这种职场剧也很可怕 然后我就说你看 以后台湾就跟韩国一样 你看上班会变成下地狱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 闭嘴 每个人上班都是在忍耐 不是只有你 所以后来我觉得根本不能讲啊 根本不能讲啊 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办法跟太太沟通 对 我觉得真的很难 你也不敢讲 就是每次都会被回绝 那我是很勇敢地在这个节目 就是直接讲 可是你没有跟他讲啊 就是说我不想做了 什么时候我要辞职了 我没有讲到这么决绝 我只是算给他看 我甚至用一个Excel表跟他讲说 其实你不用 Excel表 真的 然后我就说只要我们怎样 怎样怎样 然后呢这个变数变一下 我们还是可以过得很好的啊 太太为什么不同意 我觉得他那一 他有一个很症洁的一个点 就是说 如果我的Excel表失灵怎么办 就是我那时候是有算一些 就是房地产的收入 然后还有投资的一些报酬率 那我是拿过去四十年来 丢到我的Excel表里面 然后说如果 如果有什么意外怎么办 你现在就 因为我那时候才三十几岁嘛 他说你现在不工作 那以后你回得了职场嘛 那我那时候是跟他讲说 你不用担心 电视台随时都有缺 然后他就是不准 他就觉得说不可能 你三十几岁就有这个想法了 对啊 你撑到几岁 我撑到四十二耶 是不是很可怜 真的 勉强自己的耶 对啊 我就 常常有些时候你知道吗 那个采访的地点很远 我都常常车子开到一半 就停在路边 我就说算了啦 不要去好了啦 那你停了路边 新闻不就没有采访到了吗 有 后来我还是会逼自己 还是要到那个地方去了 那你在路边停多久 也大概就是 就是一两分钟稍微休息一下 还是要去啦 那其他台就拿 抢到独家了 可是真的 年纪到了真的是没办法 但是后来 为什么那个那么远的 你就不想去啊 新闻不是就是要冲过去吗 对 但是但是我们真的是体力上 有一点限制啊 对 就是真的是没办法 你才三十几岁体力上 就有点限制了 对 车子就跑不太动了 无法离开台北市 所以我都期待说 不要冲过台北市 不要冲过台北市 所以你超级忍耐了好几年 就大概三年左右 一直想离开 一直想 然后等到我最后真的离开电视台 然后离开媒体之后 其实我这一年 我算过得还不错嘛 对不对 可是我还是不能够去 我自己的快乐活动 以前是可以的哦 以前你有在上班 然后呢 你的你有一个title 你有一个职称 你那时候的title 到什么样的位置 我算蛮早就变成 社会中心主任的 哦 对 然后呢 电视台社会中心主任 算算还不错 主任哦 主任 没事 没事 报告郑大哥 我那时候真的是 要出国就出国 对 而且我是自己出国 我不用交代 我跟谁出国 然后呢 因为我都去潜水嘛 然后呢 每年就固定的 小琉球 绿岛 蓝宇 一定都可以去 是 可是我这过去一年 就是你把工作 辞掉之后 我能够潜水的地方 就我们家的浴缸 就是我拿出来 把装备洗一洗 就是不行 就是不 浴缸潜下去的 感觉怎么样 就是有一种就是 好像眼泪都快噴出来了 这个买那么贵 竟然 只能够摘浴缸 为什么现在 你就不能够去潜水 因为我现在就是 因为我没有工作 所以我就被赋予很多的 照顾小孩的责任 所以呢 我陪小朋友去动物园 他们班上的郊游 然后呢 我要带小朋友 我接下来的 这两天的行程 我带小朋友去看医生 然后呢 我还要去 帮小朋友 管他们的晚制型 然后还帮他们 全班订便当 还有订手摇椅 是 这都是我的工作 你有买菜吗 我没有耶 那你们家煮饭谁煮 我们家比较少煮 都买外面的 那有洗衣服吗 洗衣服我有 但我不会晾衣服 衣服 不会晾 衣服 我有一阵子 我有一阵子 是不能在家里洗衣服的 为什么 就是我那时候 那时候刚没有工作嘛 然后春天结束不是夏天嘛 夏天就是会常流汗 然后我又喜欢去打篮球 我又说一天要换个四五套衣服 对 然后就被嫌说 你现在没有上班 干嘛换那么多衣服 然后呢我的衣柜也都没有了 因为想要放上班的衣服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 一开始就全部都送去干洗店 后来发现太花钱了 然后就去朋友有做工厂 他们有宿舍 我都六日自己去那边洗 那你很想去潜水 对 我很想去潜水 但是现在没了 现在没了 因为你没有上班了 那收入呢 收入还OK 有比上班的时候好吗 有耶 那有你有拿出来吗 有啊 那为什么这样还不行呢 我觉得女生他就是 需要一个安全感 他可能觉得说 这个维度还不太够 什么不太够 就是这个安全的维度 就是你感觉上 你每个月都有 但是他不像薪水嘛 薪水就是你不要犯错 他会一直来 但我们现在的话 可能就是有通告 然后有一些费用 那除了不能潜水之后 还有什么狐狸是被取消的 应该都还好 你不能出国 今天就要讲清楚 不然太太 也不知道你内心在想什么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啦 就是我慢慢 慢慢也调试的还OK啦 我觉得 那你会不会想换太太 不会 我太太真的很漂亮 不知你刚刚看小峰 这样子讲 你看到了什么吗 我觉得像刚刚就是说的 那一个例子 就盛梅姐说的那个例子 还有小峰 我觉得刚刚都讲到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其实有时候 她的收入并没有 比她出去上班来的低 对 可是好像她太太 对这件事情就是很过不去 因为没有工作 对 我觉得文化上就是 我觉得那个男主外 女主内的这一个文化 真的我觉得就像小峰说的 就是那个文化上的 这个部分 会让有些女生会担心 好像这样子 会很没有安全感 就是那个经济上 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可能也是会看到 每个人的性格 比如说如果是以盛梅 盛梅姐的这一个例子来说 她其实有一个很大特色 是这个女生她对很多事情的要求很高 然后她很挑剔 所以她应该是一个 对自己要求也是蛮高的人 所以对自己 就她希望她每件事情都要很好 所谓就是到一个标准 所以她会用这个标准 去看她的另一半 所以有时候太太也会有压力 你先生在做什么 对 你知道吗 邻居都会问她 那她 你怎么知道邻居都问她 她会跟我讲 对啊 然后她怎么 邻居管到你们家干嘛 不是 因为我们楼下有店面 那你现在没有工作 就去楼下吃便当啊 然后他们都会那个喔 都会怎样 他会说 林先生今天休假 再休假休假 对啊 那有时候我 有时候偷偷地想说 去打个篮球好了 然后那个老板会挑战说 林先生 今天又休假 休假 休假 很关心 他们都不会 他们都不会戳破喔 对啊 然后他们其实久得也 有点尴尬说 年假 年假 那你当邻居这样问的时候 太太怎么回答 我也不知道耶 她应该就是给她们 就是一个甜美的笑容 会不会是太太要求她们 每天要问你这件事情 然后鼓吹你 应该是不至于啦 新闻娃娃娃 有YouTube频道 请大家搜寻 新闻娃娃娃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 欢迎的命理大师 现在都在 命运好好玩 开运服务 包含 神准算命 开运商品 开运秘法 请上网搜寻 命运好好玩